Elden Ring 阿爾登法環終於正式推出 現時遊戲創商 From Software 已經推出了更新檔案 來改善遊戲顯示卡沒有運行而影響遊戲表現的問題 而玩家反應也佔趨平靜 因為打BOSS 並沒有受到干擾 但是不是遊戲已經優化得很完美呢? 答案當然不是 現時遊戲對一些只擁有中階配備的電腦玩家仍然極之不友善 講以下內容之前希望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影片 like and share 以及記得按這個鈴鐺 賣高電玩大本型需要有你的支持 阿爾登法環的PC遊戲玩家可以調整各種類型的遊戲設施 可惜這款遊戲不支持任何PC的獨家功能 如NVIDIA DLS 及AMD FSR 功能等等 遊戲都鎖定為每秒60fps 對於CPU來說 如果要同時處理多種工作 自然離不開所謂超線程的功能 超線程能夠強制一個CPU內核處理兩個線程 簡單來說就是可以一個內核處理更多工作 對於可以在多個線程上運行的遊戲來說非常有效率 但對嚴重依賴一個線程的遊戲來說 反而會增加內核負擔帶來負面影響 而有外國網友測試 阿爾登法環運行時使用超過3至4個CPU線程 但他嚴重依賴其中一個 意味著CPU內核性能將成為平頸 雖然又使用了DirectX12的API 但他目前依賴於其中一個CPU線程 將會在舊CPU上引發性能問題 面對這種情況 選擇按用超線程 我們就可以強制一個CPU內核處理一個CPU線程 從而提高性能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需要入BIOS來按用 來改善遊戲的流暢度 以解決延微至急 遊戲創商FromSoftware要解決這個問題可能要花一段時間 但玩家有確實無理由無了期等待 於是坊間有各種針對PC的優化方案 以下為大家逐一介紹一下吧 玩家首先要確認自己是否擁有最新顯示卡驅動程式 玩家可以前往設定、遊戲、前往遊戲模式 確認是否處於這個開啟的狀態 然後去右邊按相關設定進入圖形的設定 查一下硬體加速GPU排程是否處於這個開啟的狀態 然後在圖形效能喜好設定 按下瀏覽選取應用程式 前往Steam、Steam Apps Common Elden Ring、Game的路徑下面選取Elden Ring.ESD 然後在選項選取高效能的模式 然後在著色器快取大小選擇無限制的選項 另外在顯示卡控制面板管理3D設定 在電源管理模式選取慣用的最大效能 開啟Steam的設定 在遊戲中的藍位關閉遊戲時啟用Steam內嵌界面 玩家可以在設定電源與睡眠選項 選取右邊其他電源設定 確認是否選取了這個平衡的選項 調整遊戲中的設定 在畫質詳細設定 貼圖材質品質選最高 反鋸齒品質選擇高 其他選項全部選擇最低 視窗模式選擇模邊框視窗化 自動調整圈染效果選擇關閉 按Control、Autonic加Delete開啟工作管理員 比起背景執行作為啟動遊戲 有玩家發現這樣竟然可以改善遊戲的順暢度 有需要的玩家不妨一試 以上都是現時比較可行的方法 始終要等更新去改善遊戲的表現 可能都要等一段時間 玩家不妨考慮暫時以遊戲操控性為優先考慮 設定到自己可以接受的畫面先體驗一下遊戲 最終的解決辦法 都是要靠FromSoftware 通過發佈更新來進一步改進效能 亦希望團隊增加到IVIDIA DLSS 技術支援 以提升PC版本的效能 出發佈更新的網絡 出發佈更新的 Mom behaviour 出發佈更新的氏